要说美军最为人所熟知的轰炸机,那肯定就要数B2、幽灵隐身轰炸机和B52重型轰炸机了。 前者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、造价最高昂的轰炸机,而后者是美国服役时间最长,也是战后装备数量最多的重型轰炸机。 这种轰炸机是如此的著名,以至于一款机为9,就叫B52机为9。 B52重型轰炸机,从1955年开始服役,直到今天,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了。 他面试以来,参加了美军大大小小的许多次军事行动,不管是在越南、科索沃、阿富汗还是伊拉克。 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,由于载弹量巨大,所以许多武装分子,特别害怕这种飞机。 中东的武装分子,每次看到这种轰炸机就高喊,那个杀人的大盒子,那个杀人的大盒子,对其感到十分的恐怖。 虽然这种轰炸机极为成功,几乎成了美国轰炸机部队的象征。 但是他在作战初期,曾经遭受过难以言喻的巨大挫折。 而这场战争,想必各位也能够猜得出来。 就是让美国老兵,不敢去回忆的越南战争。 越南战争期间,美国投入了2000亿美元。 有五万多人战死沙场。 战后受不了精神压力而自杀的的美军,更是数不胜数。 上世纪70年代,美国在越南遭遇了很大的伤亡。 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美国制定了后卫II军事行动,准备对北约境内的重要目标,进行大规模的空袭。 此次行动中,美国动用了207架B-52重型轰炸机。 结果美军严重低估了越南的防空火力。 最终,在12月18日到29日的短短11天内,有15架B-52轰炸机被北约击落。 其中包括6架B-52D和9架B-52D,此外还有4架轰炸机遭到重创。 而击落这些美国轰炸机的,都是北约装备的SAM-2防空导弹。 SAM-2防空导弹,是前苏联研制的一种防空导弹,也是前苏联第一种实用的防空导弹,专门用于对付速度慢。 目标又大的轰炸机。 一枚SAM-2防空导弹的战斗部,就重达195千克。 苏联的这种策略,就是用杀伤范围来弥补京度上的不足。 值得注意的是,我国也曾引进并仿制了SAM-2防空导弹。 我国的SAM-2被匿名为红旗2。 上世纪60年代时,我国就曾使用这种导弹,击落过一架美国的U-2高空侦察机。 这在当时是相当的困难的。 而SAM-2防空导弹,也成为了当时美国最为头疼的一种导弹。 和SAM-2防空导弹的一种导弹。